新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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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跟新北市府合作 因為這個問題 不只是我們的 創會發起人 民間國日論壇 宜蘭人基金會 陳董事長 非常的關心 我們在拜會的過程 新北市府 也展現了非常大的誠意 支持整個活動 尤其是有關非核家園 我想 是全國關於的議題 更是新北市 非常關心 因為他們的感受是最深的 在整個 國土規劃 或者是整個治水 等等這些議題 河川治理 新北市 一直都跑在前面 所以這個議題 我們就這樣敲停下來 尤其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希望 從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開始 我們都希望打造的是公私合力 民間團要有力量 但是也要有理性 而且呢 也能夠跟專業知識 來做對談 那麼公務員 也需要民間的對話 或者呢 民間呢 共識跟支持 所以呢 我們這一次畢世界呢 仇判呢 經過很長的時間 那麼這一時間呢 終於我們 依據了很多的大家 共識 那麼尤其是在這一次呢 我們邀請呢 那也希望呢 這些邀請者 跟參加者呢 都能夠更多的對話 理性的對話 來激起公私合力 要往前 往前 推進一步的基礎 那我們在這邊呢 非常謝謝呢 我們這個發起人 那麼 陳希南 陳董事長 我們新北市的各社區大學 因為社區大學的合力 才能夠呢 讓我們民間的參與的角落 參與的所有 各個角落呢 那麼多有人 那麼進來 關心 到這樣的問題 那 呃 金周刊 我們的 謝謝發行人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尤其是金周刊社長等等 呃 我們開幕呢 現在啊 就開始 那我們首先呢 來請我們朱立倫 我們的朱師長 來